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拜登今天在白宫南里堂与他的供应链问题工作组进行了视讯会面 随后发表讲话称预想中的危机没有发生 包裹正在移动 礼物正在运送 货架没有被搬空 港务局协会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弗·康纳表示 全国的港口货运系统正在改善 供应商运输公司之间正在努力合作以创造积极的解决方案 联邦快递首席执行官弗雷德·史密斯表示 该公司在感恩节后的周末成功运送了一亿件包裹 他也开玩笑的说到圣诞老人的礼物将按时交付给消费者们 加州这张纽森今天宣布全加州250万医护工作人员 必须在明年的2月1日之前完成加强针的注射 否则就要面临失业的风险 纽森在奥克兰的一家疫苗诊所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与该消息一同宣布的还有加州的两大公立大学系统 加州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也都要求学生必须在春季学期期间 完成疫苗加强针的注射 纽森还表示加州会为超过610万公立学校的学生 提供两份可携带的病毒测试套件 同时也会延长全州6288个测试中心的运营时间 纽森也夸赞了加州的防疫工作 他表示加州目前的阳性率为3.3% 位列全国最低 过去7天每10万人中有13.6个新病例 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口超过了70% 另外Omicron变种病毒占了加州新增病例的50%左右 已经有超过880万加州民众接种了加强针 弗吉尼亚州的州长拉夫尔诺瑟姆 今天在直播中打开了一颗时间胶囊 这枚古老的胶囊埋在南北内战时期 罗伯特里将军雕像的底部 根据历史学家所说 他们在其中发现了一本1875年的年鉴 以及另外两本已经腐烂的书籍 还有一个布置信封和一枚硬币 罗伯特里将军的雕像在9月份由于种族主义的抗议活动而遭到拆除 随后工作人员在使用起重机移动其底座的花岗岩时 发现了这一颗时间胶囊 历史学家认为在1887年10月27日 37位当地的居民捐赠了大约60件物品 与这一座雕像一起掩埋 弗吉尼亚州也决定暂时将该基座保存起来 直到出现更好的处理方式 根据交易统计网站所发布的数据 74%的消费者都表示会在平安夜或圣诞节当天进行购物 为了迎合民众的假日购物需求 今年包括walmart、target、Costco在内的多家零售超市宣布 各家商店都会在平安夜当天营业到午夜 到了圣诞节所有店铺都会照常营业 不过关门的时间可能会提早到下午的4点到6点 另外这些零售超市也都提供了外送或取货服务 只要去他们的官方网站进行订购 就可以足不出户享受圣诞假期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其他播出的话语电视晚期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